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YouTube频道 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 收听 收看 当然很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因为我们的经费都是来自于公众的支持 唯有透过公众的支持才能够让我们的媒体真正独立 能够走得更远 走得更好 做更多更深入的报道以及访谈 我想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知道 我们讨论的非常非常多移工跟移民的问题 我们当时过去在谈的议题 大部分都会是跟移工的劳动权益 包括有没有休假 或者是包括逃逸逃跑外劳 是有一些很大的关系 所以大部分比较偏向于在制度 或者是在一个经济劳动层面上面的讨论 不过有一个面向我们相对之下是比较少关注的 就是这些移工他们所面临到的一些生活上面的问题 例如说生病的时候怎么办 他们去哪里看医生 那如果要买药的时候 他们能够跟这些药局药房的有一些沟通吗 或者说他在所谓的高压的环境当中 他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心理上面的面向 那他的雇主会提供一些心理上面的智商跟服务吗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问题也会发生在移民的身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移工移民的问题 实际上是非常非常的广泛 那最近这一两年有一个新的机构成立 这个机构叫做听你说移民法律 及公共卫生咨询平台 我们就要来今天这个节目当中 就要来跟他邀请到这个平台的共同创办人 张韶韵来跟我们一起聊这个话题 韶韵你好 你好 非常谢谢韶韵来接受我们节目的访问 在这一个平台的成立 我想应该也是在最近这一两年的事情 可以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要成立这个平台吗 这个平台是在2020年初 就是我跟蔡崇隆导演讨论的时候 然后想说可以往这个方向试试看 那之所以会成立这个平台 我觉得其实也是有蛮多不同的契机 然后其中一个契机就是因为 因为我本身是在美国念人类学博士班 然后现在美国的学阶放了蛮多重心 在思考说学术跟社区的关系是什么 学术跟社区的关系 然后所以那时候正好就有一笔经费 是提一个proposal 然后学校那边就有经费去让你跟社区建立关系 然后因为他的其实先后顺序有点奇怪 他是先知道有钱 然后接下来你去找社区 才要自己做什么 对 所以我那时候也想了蛮多不同的可能 像因为我很多同学是拉丁美洲人 然后我们学校在尼奥良 所以其实很多人是直接到尼奥良 进入比如说非裔美国人的社群 然后可是我觉得对于想要在海外的地方 做这样子的实作人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挑战 毕竟地理空间就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然后后来我刚好想说 因为其实我对移民移工 就是这个议题一直蛮感兴趣 而且我觉得自己也是长期居住在外地的人 有很多事情是自己能够感同身受的 刚好就是19年的夏天的时候 我认识金鸿导演 所以我大概知道说 金鸿跟蔡导一直有在经营乐在家文化站 那时候就想说 好那我就鼓起勇气传脸书讯息给他们 然后自己觉得很像诈骗集团 因为就跟他们说 我这边有多少钱 就想要跟你们一起合作看看 然后心里想说 听起来好像就很奇怪的事 会突然间传脸书讯息跟人家说 我有钱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做事情 然后没想到那时候蔡导就回我说 好啊那不然我们就线上谈谈看 一开始其实那时候我们也没有那么明确 然后蔡导是跟我说 因为他觉得现在新住民的资源已经蛮多的 而且有很多工部门是 把重心放在新住民身上 可是他们 移民署他事实上是有一些经费的 对 可是因为金鸿跟蔡导他们本身在越在家 就接触过很多移工 然后也会从很久以前就会写出他们工作跟生活上的事情 就发现说 这方面资源相对难取得 那如果我们今天可以自己有经费试试看 找不同的合作的话 那这会是一个可行的方向 嗯哼 所以就是刚好 我觉得其实一开始我们也有蛮多不同的场 就是那时候也是想说 好那没关系 我们就先想想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 而且刚好那时候是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我也还没有回台湾 所以那时候大部分的事情 我都是远端就是跟蔡导开会 呃 然后大概有半年的时间 其实我们也是想说 我们到底要怎么把这样子的资源推出去 嗯 因为那时候成立就是 哦 我们有跟呃 律师还有心理师跟药剂师合作 本来想说 这应该是会蛮多人会需要的资源吧 就没想到就我们还开了预约表单 根本就没有人来填 所以没有人要来接受你们的这个服务 一开始其实都是金鸿 可能他生命的朋友 他跟他说 我们有这样子的资源 那你要不要用 像最一开始的个案就是一个新住民姐妹 嗯 然后他本身刚好在打离婚官司 然后所以那时候就是同时让他跟律师跟心理师都谈了 因为有一些监护权问题 然后他心理压力也蛮大的 所以我觉得从一开始是金鸿跟导演身边的人 然后他会转介这样的资源 可是我觉得就是换个角度想一想 会觉得说我今天即便是一个台湾人 我遇到事情的时候 我可能也不会随随便去找人 说啊你来解决了问题我应该怎么办 对 嗯 对也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有严重到我需要找一个心理师 跟何况如果是一个移民跟移工 他其实也可能觉得这件事情曝光曝光之后 对他也许是一个不利的发展 没错 嗯 对啊 所以我觉得也是发现说这件事情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 就是不会因为我免费放了这个资源就会有排队有人来 就这其实是需要蛮多沟通跟协调 还有建立信任关系的过程 OK 虽然一开始是一个比较有一笔经费 嗯 但是还不确定要做什么 但是后来因为你本身的一些生活经验 或者是一些研究的领域 嗯 那就决定回来台湾 嗯 不过一开始来做这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一个容易 我所谓不是你想象的容易 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做一个学者 嗯 他通常会有一个 我不知道也就是有时候是很不接地气的 对 然后很真空的 所以当你开始在去接触的时候才慢慢发现 哦我应该要怎么做 我可以怎么做 他才开始有一些这样一个调整 嗯 所以可以先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主要的工作业务 有哪些方面吗 我们从一开始就有提供就是 法律心理咨询 就是让移民移工 还有新二代可以 一对一跟律师心理师对谈 嗯 然后后来就是跟不同的医药人员合作之后 我们又做了多余医疗卡 这主要是跟民雄市区那个七星药区的五次卡药师 就是一起合作的 嗯 然后他当初在设计这一套医疗卡发想就是 可以放在药局 让移民工去药局买药的时候 比较容易跟药集市沟通 嗯 知道说到底是哪里不舒服 需要什么样的药 嗯 或者是他曾经有什么样的过敏食药 避开那一些药物 然后另外 呃 因为我们也在认识不同其他医护人员的时候 听到他们常常说 我虽然在工作上遇到移民工 但是我最大的问题是 我给药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听懂了多少 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听懂说 这一天要吃几次 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或者是 呃 到底一次要吃多少cc 所以那时候我们是跟 另外一个在台北的虎庭月药室 他本身有在蛮多长焦距离演讲 所以就那时候跟他讨论说 好那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多余用药资讯 嗯 然后这个用药资讯 他不只是应用在移民工本身要去买药 知道说这个药怎么吃 也可以应用在 现在蛮多外籍看护是主要在喂药的 需要买药 或是提供 就是协助买药给他的这个 呃 照顾的人吗 对就是因为他们其实蛮多阿公阿嬷 他们会拿慢签 嗯 那拿慢签当然会有人说 那他就已经拿慢性病的医药处方 那他应该早就知道啦 可是凡事都是有第一次 嗯 就他可能今天第一次拿到这个处方签 所以要是那边还是要跟 今天负责照顾工作的这个人沟通说 这个药要怎么吃 嗯 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嗯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说 我们今天做的这件事情 不只是为了移民工 其实有很多面向也是为了台湾人 为了台湾人 没错 这蛮重要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呃移民工特别是所谓的家庭看护工 这些在家里面协助我们长辈的这些外国的朋友 嗯 他们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中介 嗯 那很多时候我们都必须依赖他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考虑到 我们很少考虑到说 他到底他的能量是多少 这能量包括他对工作的负荷量 他对于所谓的语言的使用 或是在沟通方面的这些能力 这个可能都是我们必须要提供协助的 所以这个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是一部分会在药局 会有类似的这种翻译的这种小卡 或是这样的一个资讯 另外一个在网路上面会有这些资料 嗯 那使用的状况如何呢 使用的状况吗 因为我们其实最能够直接知道使用状况 就是我会问志凯耀是说 现在用起来觉得怎么样啊 嗯 然后他说其实他之前最常拿来用 是跟中正这边的留学生沟通 哦 因为其实民雄这附近几间学校 也有不少都拿来的学生 对没错没错 然后他们可能只来半年一年的时间 所以中国能力也不是那么流畅 所以这变成是一个 他跟留学生沟通的工具之一 嗯 那其他 就是其实 我觉得这跟我们 原本预期也会有一些要调整的地方是 比如说我们也曾经问过 其他民雄地区的药局 就我们拿着医疗卡去 给他们 想要认识他们 而且也了解说他们的工作状况 然后有些 给我们的态度就会觉得 啊 好 这件事情 还是有很多需要大家一起讨论的地方 比如说药局就跟我说 我觉得这没有差 因为反正他们来就拿图片给我看 啊我就卖 他有什么图 我就卖什么东西给他 所以也没有太多深度的沟通 嗯 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一些药局来说 好像不是一个很急迫的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曾经尝试过的事情是 我们曾经尝试跟台中的钥匙工会合作 嗯 刚好他们其中一个青年理事 他对于这个区块非常有心 然后那时候是跟我们说 哦有没有可能我们跟他们联名 这变成是他们可以推到 呃台中市地区药局的一个工具 嗯 可是后来这件事情没有成功 因为我觉得工会也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结构 嗯 可能有青年理事有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理事会本身可能也是一个有不同的想法 对 可是工会领导阶层觉得 我没有这么想要做这件事 嗯 那如果我今天要投入这件资源的话 我觉得好像不太划算 嗯 所以后来这件事情就没有继续发展下去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接下来 就是一直啊在推的时候会想说 我希望有更多团体或机构可以跟我们合作 但是到底今天要怎么跟他们讨论 或者是达到一个双方可以 就是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是需要思考的地方 为什么你们觉得用药这件事情的迫切性 嗯 是是一个需要的 就是应该讲说这些移民工呃 移民可能相对之下比较简单 如果他有身份证 他可能会有这些呃健保相关的给付 那移工呢 移工他们如果生病的时候该怎么办 他们都是求助药局吗 还是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面对他的疾病的问题呢 嗯 我觉得这有蛮多 这也是我自己 接下来开始写论文要思考的地方 就是为什么健康会变成一个 这么重要的区块跟议题 然后我觉得一来是 当然是跟我们接触的人有关系 因为我们相对之下 蛮常接触到医护人员 然后再来是蔡导跟金鸿 也蛮常在 蛮常会协助移工看医生 但是我觉得 就以移工今天如果身体不舒服 他们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来说好了 就我们自己发现是有几个不同的管道 一个就是他可能就是忍耐 因为他可能工作时间或者是地点 不允许他今天马上去求助医生 然后不然就是找认识的人 不管是他的同乡 或者是很像蔡导金鸿这种角色的人 带他们去看病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仲介 就是仲介理论上是需要 是应该要带他们去看医生 因为移工每个月都有缴服务费 所以这是仲介在 仲介提供的服务内容之一 那我自己会觉得 我觉得健康这件事情相对于其他议题 比如说劳动议题来说好了 我觉得大家好像对于健康有一定的期待 比如说台湾人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 有一定的期待 所以会相对应觉得说 我身边的移工 他的健康状况怎么样 那他今天身体好不好 是不是也影响到他可以做工作 或者是他今天生活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健康变成是一个 看起来好像不是很政治 但是其实又非常政治 他当然是又很政治啊 健康的权益等等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移工的身体 刚刚他不是说你身体好 然后帮我们多多的工作 不是这个意思 是说身体好本来就是一种 基本的人权 或者是基本的服务 那在这里工作 或是加到这里来 或在这里结婚 他都是这里的成员的一部分嘛 所以这样的一个身体健康 他可能就必须要更多的这一种 照顾或这种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刚刚有谈到说 仲介其实是有义务 或是可以去带他们去看医生 那如果只要去仲介去处理 这件事情不就是解决了吗 为什么他们还需要 出来买药 或是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的需求呢 我自己听过其他移民工团体 在讲述他们遇到的情况是 仲介不一定会很积极的去解决 移工遇到的健康状况 然后再来是 有时候他们会有额外的收费 虽然我是不太理解 为什么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因为其实台湾人都 只要看过医生都知道 收费就是那么多 你就是挂号费 然后可能有一些额外的医药费用 可能是因为自费项目 或者是医生开比较多的药 所以那这个过程大概就是几百块 可是上次我在一次一个访谈里面 就是那一位长期在投入外籍渔工服务的工作者 他是跟我说 他遇到一个个案 然后刚好他善气 结果一开始同乡是给他止痛药 就是他们印尼人可能从家乡带来止痛药 但是因为善气就不是一个 吃止痛药可以解决的状况 然后本来是想说 那不然帮他按摩跟推拿看看 可是这件事情也没有解决 后来就是打电话给仲介 仲介说那这件事情我要跟你说 有几千块 这几千块里面可能包含 从渔港到就是医疗院所的交通费 然后还有回程的费用 对于这移工来说 就是突然间要掏出这几千块 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 所以后来他们倒也没有看医生 我有点忘记了 但是我觉得找仲介 虽然我觉得仲介当然有非常多不同的 然后不是不能把仲介一概而论 对我觉得当然有非常公开透明 就是我今天做多少事情 我就收多少钱的仲介 就是非常明确的收费标准 但是我觉得可能也有一些仲介 他不是让 就是他的做法会让你觉得说 我可能现在没有那么多钱 可以做这件事情 而且我甚至不知道这个钱 是收来做什么的 所以这也是会涉及到一些沟通上面 或者是基本的权益 会不会有特别又被 一个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服务 应该是收费也没有什么太大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好像自己一共是你都掌握到的资讯 或者掌握到那个事实反而是不太多 所以他也许在需要自己去解决 例如说用药的问题或其他的问题 到药房就可以去解决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回过头来 继续的请教扫运 因为这样的一个听你说的这个平台 不是只有在做法律方面 或者是不是只有在做这种用药的 资讯知识的协助 那事实上还有一个就是所谓心理智商 我觉得心理的状态 是我们一直在讨论一共的问题当中 比较少去特别关注的 我们待会再回来请教扫运这样一个问题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 我觉得还有很重要 就在这个团队当中 其实我的观察有不少是新二代 新二代也加入这样的一个团队 新二代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它面临到在台湾的所面临到的生活处境 又是什么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 已经进入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有Podcast频道 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那我们也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 来支持我们 让独立媒体可以走得更远更好 它最大的力量就是来自于公众的支持 让我们可以做更多更好的报道 更深入的讨论 让我们一起来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听你说移民法律 即公共卫生咨询平台的 共同创办人张扫韵 扫韵你好 你好 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有谈到移工或是移民 他用药的问题 特别是在语言上头 不过我想要再更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我想也很多的观众朋友会疑问 就是很多移工他不是就有健保吗 那健保就是去医院看医生就好了吗 那干嘛把 好搞得很麻烦 然后要去自己买药 或是干嘛呢 移工的确大部分是有健保 尤其是在 比如说厂工或者是机构看护 他们 甚至到外籍 愚工 他们都是有健保 大部分 在台湾就是有 居留症的移工都是有的 看护比较 家庭看护比较特殊一点点 但是 基本上 固执都会帮他们保 老健保 所以 以我们的角度来看 的确是他们拿健保卡 就应该可以去看医生 为什么还会搞这么多 可是 我们有时候会忘记说 移工其实工作时间很长 他们工作时间可能是 星期一到星期六 然后从早白天 八九点到晚上 七八点 所以他们下班的时候 诊所都已经关门了 然后大部分的移工是 休有星期天 所以就以时间上来说 要找到时间去看医生 不是那么容易事情 除非他今天特别请假 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 是地理空间 我觉得虽然可能在 大都市的移工 他今天要去看医生 是容易的 可是我们要想到 其实有蛮多移工 他们的工作地点 不是在 资源那么多的市区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认识比较深的是 一位在嘉义六角的看护 然后六角是一个 没有7-11的地方 就连就是这位看护 要带他照顾的阿嬷 去看医生 都是要从六角叫计程车 到附近另外一个 城郊的涮头 才有办法看医生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就是看医生或者是买药 不是一个 我今天走出去 拿个健保卡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OK 所以这个的确如果到药局去取药 或者是一些比较紧急的状况 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这样的需要 我们知道你们的这个 所谓听你说平台 还有一个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事情 就是所谓的心理之上 就是在你们所接触到的 这些个案当中 这些移工移民的朋友 他通常都会需要 什么样的心理之上 那一般的状况 如果没有你们的这个存在 他们如果心里有话要说 或是心里上面遇到了一些问题 他们都是怎么办的呢 我觉得 其实我们只是提供一个 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 我先从就是你刚刚 第二个问题来说好了 就是他们 难道本身没有心理支持的资源吗 我觉得是有的 只是我们 台湾人常常看不到 或者是 那不是一个我们 很容易接触到的区块 比如说像 我觉得宗教资源 就是宗教上位阶段 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他 对于很多印尼的移工来说 他可能今天去 清正寺礼拜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 可以让他得到心理上 慰藉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不管是他本身的前程 或者是他在这个宗教场所 认识其他朋友 这本身就是一种心理上的支持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也是 他跟同乡之间 彼此可能在放假的时候 一起做事情 一起出来聊天 这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心理知识资源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 很 他发上口角之后 这就会对他的心理压力反映 非常大的影响 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 在六角那位看护好了 其实他们有 那边是有两位看护 然后他们 因为在那个小地方 就他们两个可能 感情比较好 所以一旦跟这个人吵架之后 他现在 就是今天发生 其实也很出 变成是一个 对 就是对方 然后我觉得这其实跟留学生会经历的过程也蛮像的 就是因为我今天可能做一个台湾人我在国外 虽然我可以认识不同人 但是真的可以理解我理想背景来就是来到国外 可能会是另外几个少数的台湾人 就他们可能真的可以知道我成长背景 或者是我经历什么 而且也是对方共同经历的这件事情 然后可能因为某一些因素跟对方吵架 我觉得当下那个事情 我就觉得天啊 我就是世界都要塌了 我现在就是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我要跟谁讲 然后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并不是 没有 没有其他人可以讲 或者是他们压力真的特别大 而是我觉得他们在台湾可以 讲 或者是可以输压的管道 相对来说会少一些些 嗯 然后这就 呃 就是从那边可以 就变得到什么样的一个压力 或者是有什么样心理上面的需求 对 就是这边我就可以提到说 移工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压力 嗯 其实我觉得这有点难 单纯说移工会遇到什么 或是新住民会遇到什么 因为他其实有时候 嗯 我觉得是蛮错综复杂的 比如说像我们一开始 接触到心理个案 其实是新住民 嗯 然后就是我刚提到说 他可能正在经历离婚官司 然后跟富家的关系不是很好 知道怎么沟通 然后再来我们后来也有遇到看护 就是是他跟被照顾者之间的关系 那我觉得这其实有一个重点是 嗯 我觉得看护跟被照顾者之间 不只是他们之间互动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摩擦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是被照顾者他今天生病之后 其实心理卫生的状态有时候会有一些挑战 就比如说他今天从一个可以自己出门的状态突然间中风 然后在家里很多事情他没办法自己做 所以我觉得被照顾者他面临的心理压力也是会投射在看护身上 嗯 然后刚好我们遇到这个个案就是看护跟被照顾者之间有蛮多误会的 然后有一些事情大家都各指一词 就是看护觉得我这样做就可以你为什么要一直批评我 嗯 然后被照顾者觉得说你这样做就是不对啊 你为什么不听我讲 所以我觉得是在这个过程中加上就是有人可能生病状况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到底要怎么跟对方相处 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在长教过程之中就是需要协调的地方 嗯 然后另外一个移工是 就是他会跟我们心理师谈是因为他在越南的家人 呃他的他的太太在越南 然后就是婚姻出了一些状况 然后这也没办法 因为他也没办法马上飞回越南解决这件事情 所以这也对他造成蛮大的心理压力 然后那时候就是心理师跟他谈就是说 你可以怎么样面对这件事情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刚只是举了几个个案 我觉得这每个个案如果你深究深入的讨论都非常非常的复杂 那你们的你们是有这个心理资商师来去做这样的协助 那他有办法去面对这么复杂的问题吗 第一个他可能就是一个语言嘛 第二个就是语言背后的文化嘛 第三个是每个人的个案跟他的实际的处境都不同嘛 那你们怎么去协助他们呢 通常心理的个案我想一下就是到目前都是会有反应帮忙的 然后我自己有问过我们的就是合作心理师说你觉得有这样子的语言差异 对你的工作来说有没有什么打折的地方 他说当然是有就是可能本来可以做到八九十分 然后但是因为有语言上的差异所以可能现在挺多七十分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重点可能不是说我们到底可以做到多完美 或者是我们到底能够帮他解决多少问题 而是我们真的就是我们愿意开始去听说他们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 除了这种所谓心理资商 那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我自己在观察你的团队里头其实是有好几位是 虽然是学生但他们是所谓的新二代 这些新二代的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会加入到你们这个团队里头呢 会有新二代原因是因为蔡岛其实一直都蛮关注新二代议题 就是因为她女儿也是新二代 所以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就试图想说我们可不可以让更多新二代一起关心 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 我们虽然在台湾可以很明确看到移民移工跟新二代这三个不同的标签 但是其实这三个不同的人群之中是有很多共同经验的事情 所以也是想说在一起做事的过程中是不是可以打破这之间的差距 然后在新二代的部分 我想一下喔 就我们会开始做新二代专题的原因是因为 本来只是想说我们想要听更多新二代的故事 想说他们可能寻找自我认同的历程 然后还有他们可能在成长的时候遇到的一些事 可是也是在这就是听了不同的故事之中发现说 其实有很就是新二代可能因为她的每一个家的社会背景不是不一样 或者是妈妈牵野过程不一样 也会有就是很多不一样的故事出现 然后我们今年就是会想要就是继续做新二代专题 但是会想要换一个方向是说 我们想要把重点放在新二代怎么做社会实践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新二代这个题目已经讨论了十几二十年 然后这个重点一直放在说 他们身份认同他们到底是什么 他们到底觉得自己是什么人 那他们到底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可是我们其实很少看到他们成长或者是出社会之后 这个新二代的身份对他们自己有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我觉得身份认同这件事情在主流的论述里面 好像一直都是放在青少年时期 可是身份认同根本就不是一个 我青少年时期发觉好了 我之后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没有啊 就它是一个一辈子可能都会有不同变动的过程 所以我们现在想就是会邀请就是可能已经大学毕业 或者是出社会工作以政治的新二代去写说 我今天面临我今天决定 我今天有了这个身份认同之后 那我在社会实践的时候 我可能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甚至是什么样的挑战 然后像最近有一位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新二代 她是一个 她的妈妈是来自越南华人家庭 然后她自己现在是在做 她之前在实习 她是想要做心理自伤时 然后她也是在工作过程之中 遇到其他有跟她类似情境的家庭 然后我觉得就是从她给我的工作经验里面 也会发现说 我觉得她也会发 就是也花了很多时间梳理自己的家庭 跟对方的家庭可能有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去想说我可以怎么同理对方的情境 不过这些认同或者是某种的标签化的问题 恐怕对于这些新二代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影响 就我自己接触到的一些新二代 不管是我的学生或是一些朋友 他们其实有一些当然会比较愿意讲 或是她觉得这也没什么好谈的 因为她就是一个人 特别要谈这个身份拿出来 那有些人也会特别去谈 谈说对啊我是新二代 那又怎样呢 可是还是会遇到一些状况 就是她会偷偷的 在某些特定的时机告诉我说她是新二代 然后她就说她不知道怎么讲 因为她很害怕 说出她自己的身份 虽然很认同自己 可是她可能怕自己不被认同 所以你们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跟差异吗 我觉得真的有耶 因为比如说像可能 今天会直接来跟我们工作 或者是愿意提供她 认同经验 可能是她已经 经历了这个比较相对迷惘的过程 所以她愿意讲出来 愿意让更多人看到她的故事 可是我们之前在面试实习生的时候 又遇过就是有来面试的人 稍微提到她是新二代 可是就是当我们想要继续问的时候 她就不想讲了 但我觉得这都没有关系 因为每个人可能在面对 这件事情的时候 有很多不同的情绪 不同的想法 就是没有说你今天一定要 很大声说说我是新二代 才代表说我克服这件事情 所以但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影响 就是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我也曾经跟同学做过一些讨论 就是我们以前对于所谓的 新住民或是性爱的报导 通常都说你的学习能力很差 那你家里面的教育不好 那你在想说这个孩子 他从小大家都看到说 大家都在否定我 否定我的妈妈 否定我的学习能 你可是他可能已经读到研究所 那当然不见得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条件 能够去做这样一个 在学历上面的取得 那我一直在想这些问题是说 那他们从小看到这些报纸 看到这些电视 看到这些报道 这个对他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的冲击是什么 当然可能没有办法 每个人的冲击或是影响是不太一样 可是就你们的团队里面 有讨论过这样的一个议题吗 就是深入这段讨论是没有 然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 我现在要先强调的地方是 因为我自己不是新二代 所以我没办法帮他们讲话 但是我只能从 从你的观察 我目前的观察 还有就是他们告诉我故事里面 我稍微提供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像有几位 就我们在新二代专题里面 有好几位都有写到这件事 然后我觉得 就是他们多少都会 我觉得在求学阶段 看起来好像是 他们多少会觉得有一点困惑 为什么别人就是不用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要一直填量表 然后会常被教育辅导师 傻眼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整个学校体制 其实也不断在强化说 哦你是新二代 所以你可能会有哪一些状况的过程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标签 或是这样一种身份的认同 对每个新二代可能都会有不同的影响 只是可能要回过头来 当我们在面对这些移民 或是在面对移工的时候 是不是在某些的制度 例如说填量表这件事情 恐怕它可能都是一个 会有某种类型的冲击吗 甚至可能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那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历程 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那我以前在有个小学 我就带他们拍纪录片 那因为那个小学是一个新移民的学习中心 那他们其实会 他们后来做出了一个片子很有趣 就是新二代自己去拍他的妈妈 那是一个小学生 那我看那个影片我是很感动 因为他的视角完全跟当时的主流媒体 是天差别的 就是天老之别的一个视角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对之下 一个inner 一个内在者能够去看的 一种观点跟看法 那在这个所谓的协助这些移民工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移民的二代 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 你觉得在对于这样一个协助这件事情 我们协助先挂号了 协助这件事情 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吗 或是有什么样的帮助吗 那回过头来 对这些的这些所谓的新二代 他们的影响或是帮助又是什么呢 这其实我觉得可能要认真去问他们 因为在有一些工作过程中 当然可能多少在感想 或是大家一起交流回馈的时候会提到 可是好像没有一直很有系统的去谈说 你觉得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比如说像我们其中一位团队的伙伴 他是越南新二代 然后有一次我们一起去六角乡 就是了解那边看护工作状况 因为就是那位看护跟他的雇主 想要办移工留财 我先稍微简单说明一下 移工留财就是去年劳动部推的一个新的申请案 就是今年移工满12或14年之后 不需要回台湾 只要雇主同意的话 他就可以继续留下来台湾工作 可是因为这个法律他现在有一点 他还非常新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走仲介 或者是仲介不帮你办的话 那雇主自己申办是需要花一些时间去了解 整个流程是什么 所以我们在六角认识的这一组 看护跟雇主 我们知道他们有这个需求 然后也是三方讨论之后 觉得好 那我们可以一起试试看到底要怎么通过这个申请 所以在一次我们去面对面跟他谈 然后这位新二代也一起去 然后其中谈到一个真结是说 到底他就是雇主今天如果按照留财的方式 把这位看护留下来 他需要每个月需要支出多少费用 然后因为在看护 就是看护的最低薪资还没有调整之前 雇主要付的钱 就是雇主如果走留财要付的钱 是远高于他现在付给看护的钱 所以这对他来说 他就觉得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我为什么不去直接找一个新的看护就好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算是 我觉得对我们双方 我觉得对他来说好像有点冲击 对我们来说也有 因为他就觉得 为什么这个法案真的不友善 对我们来说是说 可是你已经跟这个看护配合这么久了 你为什么会觉得 我去找一个新的重新磨合 我也不想要付这个钱 然后这位新二代后来 就是他也有说 我没有想到原来对方会纠结这件事情 因为他本身 虽然是 他妈妈虽然是越南人 但是因为家里 妈妈毕竟也不是从事看护工作 然后家里虽然也有照顾的需求 就是也有长辈 但是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生命经验 就是并不会因为你今天一样是越南人 或者是一样是印尼人 你就可以完全了解对方在经历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 我觉得这些体会都会对每个人都是蛮宝贵 但是还是就如同这个少云刚刚谈到的 我们都没有办法帮这些人代言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事实上可以到这个 听你说移民法律及公共卫生咨询平台的 这个网站上面 都可以看得到这些 他们自己的这个过程 他们所做的工作 以及他们整个的心路历程 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值得我们 去做更多的了解以及支持 那今天非常谢谢少云来接受我们访问 让我们可以听到 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平台来协助 我们看到移民工所面临到的 这个所谓的心理上面的谘商 或者是用药医药 以及法律的相关问题 让我们看到的面向 可以更多更远更广 谢谢少云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